AI生成的世界日新月异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如今发展的主流 也逐渐地从AI生图进展到 AI生影片及AI生3D模型 本集影片跟大家分享这款 我觉得应该会火的AI生影片平台 One Earth Studio 首先One Earth Studio不是通过文字来生成影片 而是将现有的影片后织并替换上你所选择的人物模型 扫鸟Beta17还是免费的One Earth Studio 如今如果要使用 最便宜的方案也要一个月20美元 如订阅一年则每月17美元 当你发现每个月20美元也只能生成150秒的影片时 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贵呢 我一开始也觉得贵得有点离谱 不过实际看到阐述的结果后 因为整个过程实在是太简单太直觉了 且成品效果也意外的非常成熟和完整 因此我现在觉得20美元一个月也还算合理 不过100美元一个月的专业版 我还是没办法横下心来订阅 虽然它的Live Action Advance功能 让我非常好奇和心动就是了 登入Wonder Studios的主页面后 我们可以看到Feature Templates 只是一批由官方所提供的模板 可以通过他们所提供的影片来进行置换 我对于上传自己的影片比较感兴趣 因此让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吧 点击Create New Project后 有两个模式可以进行 一个是Live Action Easy 在这个模式之下 所有操作都会很简便 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设定 另外一个是Live Action Advance 这个模式只有100美元的方案可以使用 根据官方的叙述 进阶版似乎可以有更多调整的参数 且还可以无中生有地让人物在影片中 按照我们的安排进行走位和指定动作 感觉上使用Advanced模式 就可以完整地生成一部影片了 虽然每个月100美元也就只有510秒的扣打 认真要来经营制作影片的话 大概也会入不敷出就是了 既然我们只能选择简易版 就直接点击Continue好了 来到影片编辑器页面后 我们首先要选择想要实用的影片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上传新的影片 或是从已经上传好的影片中选取 我因为之前就已经上传过影片了 所以会直接从以上传的档案中选择想要的影片 再拖页到下方的时间轴即可 须注意的是目前Wonder Studio并没有提供影片剪辑的功能 因此你所上传的整支影片都将被使用 对于每个月只有150秒的我来说 预先将影片剪辑成自己要的长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选好了影片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Next进行下一步 这一步要进行的是选择主体 我们选好一帧可以清楚看到主体的画面后 点击Scan Frame for Actors 之后系统就会开始寻找画面中的主体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系统会将侦测到的人物标示出来 目前来说Wonder Studio只支援人物置换 所以无法侦测到人类以外的主体 我先选了中间C位的女生 然后我就可以在画面右方的模型列表中 选择我想要替换成哪个模型 因为我想看机器人跳舞 所以我选择了Beat Spot这个机器人 之后我又点选了左边的女生 并选择让她变成中年大叔教授Professor 到这里为止我们设定就完成了 因为我的订阅方案一次只能设定两组主体 所以当我尝试设定右边女生时 系统就会跳出提示 点击Next 我们就来到最后一步了 在这里 我可以选择生成720p或1080p的影片 因为跳舞的这支影片本身就720p而已 所以我无法选择1080p 4K的部分则只有100美元的方案可以输出 因为我们方案似乎也没有可以设置的其他选项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Start Processing就好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等待的时间不算短 我会建议就这样放着让它运行就好 大约一个小时后回来 应该就会运行完毕了 在这之前 先看看我早些时候生成的影片好了 我先试了一支打篮球的影片 你会发现整体效果很不错 不过在一些和其他人类重叠的瞬间 系统会无法判断而让原本的人类演员出现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 我觉得可能要尽量使用重叠度不高的片段 会比较安全一些 比如说这个打毕球的片段 重叠起来看着就有点怪怪的 而像是这个足球员的影片 我个人就觉得比较适合一些 因为它并没有出现其他的演员 也不会有重叠的情况出现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技术 很适合用来制作电影或短视频 因为Wonder Studio也支援让用户上传自己的3D模型 因此整个工作流程就变成 1.用真人拍摄想要的动作场景 2.制作3D模型 3.将3D模型和影片结合成完整的影片 这过程 省略了3D模型的动画制作和动态捕捉 提供了素人创作者一个相对便宜的方法 来制作效果突出的影片 是的 即便是每个月100美元 我觉得费用还是比聘请专业的3D动画师便宜很多 影片的结尾 就让我们来看看刚刚跳舞的影片最后产出的成品吧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来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